很多民主國家的工潮似乎比樂 以最流行的法國為例 每天都有不同的工潮為工人爭取福利 但這次韓國醫護界的工潮 問題真的相當複雜 也不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先例可以緩引 現在不是只有口說 韓國已經有6,000多個醫生遞了辭職信 看見朝鮮民族的特性 他們是很堅強執著的 問題是醫護界很堅強執著 政府總統也很堅強執著 於是硬碰硬碰會怎樣呢 當然大家知道到最後 都是回到不一定是談判的對話桌上 是否有一個比較大家都可以讓步的方案 因為這是適合韓國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由於6,000多個醫生遞了辭職信 當中有1,600個索性已經罷了 韓國政府已經啟動緊急方案 應對一些重症和急症服務 也調動軍方醫院來應對 但是業內專家說最多能頂幾個星期 差不多有一半的醫生都不再應診 不再在醫院執行 可能在任何國家都沒有人應付到 這麼龐大的醫生罷工和停職潮 好 看看最新情況如何發展 集體力量的強大 真的不容忽視 你說如果只有60多個 甚至乎多到600多個醫生辭職 或者未必輸離 是6,415個醫生遞辭職信 當中有1,600個即時罷工 這真是看回南韓的歷史 當年在民主專制時代 那些學運各方面的民眾運動 真的成為一個特色 所以今次看到 韓國醫護界中的齊心報復一次 而向政府施加壓力 確實是看到影響力 當然我們站在旁觀者來說 拿人民的生命財產 好像大家來賭注一樣 是否過分了 不過說到權益 之前我們上兩天都說過 這次不僅是增加醫生名額問題 是針對韓國整個醫護界 長期存在一種被扭曲了的醫療文化 我們仔細去看看 韓國現在辭職和罷工的醫生 都是資歷淺的醫生 他們叫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 全韓國有13000人 現在有6000多人辭職 是佔了超過這些醫生的半數 需要注意 資深醫生不辭職當然了 因為資深醫生的人工是高很多的 但是資歷淺的醫生 在這些公營醫院裏做的 人工是低的又辛苦 其實香港也是 資歷淺的醫生是要頂很多間的 而這些資歷淺的醫生 現在你走出去做美容 人工很高 現在是資歷淺的醫生 去罷工或者辭職 多影響日常的醫療運作 其實醫療團隊各方面都要配套 而且看見資歷淺的醫生 他們也有個心結 我在這裡做生做死 醫生不夠肯定辛苦 香港醫生 功能於先生是很辛苦的 所以很多都走出去自己掛牌 我這麼辛苦 我看過同班同學 那個叫做阿權的 說他出去了首爾 就在那條美容街 蛇條街 他越入多過很多倍 優柔慈在 但人沒事 又沒有風險 我做錯小事 又罰 又要坐牢 他但人沒事 又可以放假 我想放假 搞得多辛苦 你一清一清 我何必這麼辛苦 現在又要增加很多名額 那我就辭職不做 大把出路 大把出路 因為韓國的美容產業很厲害 但實際上如果這樣下去 整個韓國的醫療界 是一個扭曲的現狀 因為現在整個以今年為例 入讀的醫生 60間醫學院 有這麼多醫學院 只有54人報讀副產科 那些只有造詞 你看見 又說回韓國的醫學美容 其實醫學美容是一個很專科的 特別整形 整容 其實很專精 香港其實不是很多醫生 認識的東西 最近有兩位在這方面的名醫 離世了 一個是車禍 一個是游泳 不知為何 這是無疑有一個很大的經濟市場 但是對醫生來說 可能跟你從醫學醫的願景 或者你原來的目的 可能有些背遲了 但是你在經濟有因之下 你也有時要就範 由於你跟這次醫療的罷工來說 看了韓國醫護界在兩個市場 一個真正做醫生去醫人的市場 一個是經濟效益很好 做醫生的市場面對人口老化 很多老藥商產要看 一個是全部韓國中產階級年輕人 有錢去整容 那裡發覺工作輕鬆 賺錢多 你發覺一有兩個市場 市場一扭曲了 所以政府這次只是增加醫生名額 而沒有在這方面做任何的功夫 照樣引起那些真正的有心醫生 心裡有很多的鬱結 其實每一年 韓國的招收醫科生是三千人 尹瑞爾政府說每一年加多二千 每一年培訓五千個醫生出來 現在這個資歷痴醫生抗疫 不讓政府增加 因為這樣更加影響收入 尹瑞爾政府就說 醫療界是鬥不過國民的 是不是真的呢 其實看回歷史 就在三年多四年前 2020年 其實都推動過 擴大招生的 但是當時也引起醫生的宮潮 令到當時宮潮期間 全國的醫療服務減少了三成至五成 結果要緊急啟動醫療系統方案應對 維持了兩至三個星期 頂不住了 文在寅政府結果屈服 縮到每一年加四百個而已 看過了 真是長期存在問題 來到尹瑞爾 很希望能夠改變一下 但是遇到很大的張力 不過今天也看到 韓國有些網站列舉了 韓國醫生薪酬種類 因為香港比較陌生 香港做醫生和政府醫院 其實不同的科 那個薪酬不會有太大差距 是你積級的差距 原來韓國差很遠 表達看出來 最高薪酬是空腔外科 第二是眼科 第三是整形外科 多厲害 整年外科 年薪大約是折合港幣236萬 但雖然說 最低的排23名叫小兒青少年科 所以沒有人讀 只有64萬 家庭醫療只有88萬 副產科152萬 年薪多倍 年薪64萬 等於你每個月 是5萬多元 5萬左右 於是醫學市場 這麼大差距 大家就責肥而選 原來整形外科 我看回他們的資格 不需要考專業的整形外科 你有醫生資格 基本上有些普通整形外科 你都可以做 我又有一個韓國名詞 我又學了新的東西 中文叫做毛簽 都師 毛簽 不過是用字解的 阿田哥你解一解 你中文好 毛簽 即是沒有專科醫生的資格 沒有 都可以月入1000萬韓環 這個就是千 在都市 即是這些大城市 任職醫師 所以不怪之得 因為原來做美容的 不需要專業的醫生資格 不 你是要是醫生 但不需要在科科中專業 你任何科都可以做到 月入就 千不是一千元 是千萬韓環 第一 你一定在大城市 在都市 在鄉下沒有人幫襯你 這樣做意思 你看見 所以這次韓國醫護界的工潮 真的反出整個社會長期 扭曲的問題 又看看尹世瑜政府 如何去拆解這次的危機